在電視機前面的國人同胞 以及還有在網路上的所有的朋友們 大家晚安 大家平安 謝謝 謝謝大家 對這一次的總統選舉的節目 我個人是完全努力不過 非常遺憾的 未能完成政打迷替 我讓大家失望了 我還在這裡深深的表達 我十二萬分的歉意 抱歉 對不起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在這一次國民黨 前黨上下一心 各階級 以及我們各縣市 空前的團結 但很可惜 沒有完成政黨人替 我要在這裡 我非常的謝謝 國民黨在朱主席的代理 在各縣市首長的鼎立協助底下 真的 我很感動 很感謝 我也非常謝謝 我在前台灣走透透的過程當中 看到我們區域 跟不分區立委 全力的鼎立協助 真的 我更感謝 我看到 對我滿滿支持的 關心的所有支持者 我真的辜負了大家 對這些 給我滿滿支持加油的好朋友 我要在這裡 再一次的 給所有的支持者 以及給黨內所有關心 侯友宜的人 再度的深深的一擊功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特別感謝 趙少康 宣聲 也是我們的兄弟 他在關鍵的時刻 一胡緩顧 力挺侯友宜 力挺國民黨 我對他 充滿著感激 謝謝 少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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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度的謝謝 朱主席 以及馬英九總統 連戰副總統 還有蕭萬常副總統 吳伯雄主席 以及王精廷院長 在他們到了一定的年齡 仍然拖著腦脈的身躯 給我滿滿的支持跟鼓勵 這份情 這問意 我永不能忘 其中 其中 我最感恩 最感謝的 是站在我左手邊 我的金執行長 金執行長 在我最困難的時候 金執行長 二話不說 兄弟平民 他跟我毫無奄言 他只為了守住中華民國 他只是看不到 我們國家的未來 如果讓民進黨主政 會貪影下去 他絕有的有志之士 絕有的競選 團隊的所有成員 來面對所有 這一場最艱軍的選戰 他願意犧牲奉獻 一無懷 真的 謝謝金執行長 今天的選舉的結果 他還是堅持 成功不必再往 失敗 他願意跟我站在一塊 我要在這裡謝謝 金執行給我這份分歧 我更要謝謝我們所有的 競選夥伴團隊們 你們不要哭泣 你們不要喪志 你們都做得真棒 真好 由於有這些競選團隊 我真的很感謝 我尊重台灣人民 做出了最後選擇 民主的選項 就是人民做主 人民的決定 我們就要面對人民 我們就要好好 聽進人民的聲音 按照人民所期待 用情形 所以在這邊 我除了要恭喜 賴清德 小美琴兩位當選 也許許他們不要辜負 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 對執政者的期待 執政者 真的要把人民的心 放在他們的辛苦上上 把人民的聲音 你要聽話 一定要聽話 這次選舉的過程 非常激烈 但重要的是 我希望 各黨派在先後 面對台灣的挑戰 我們一定要團結在一起 我們要一個團結的台灣 不要跟分化衝突的台灣 我友誼這一輩子 出了參選的目的 就是團結台灣 團結中華民國 團結我們這個土地所有 這是我心心的 也希望這政党 也希望各黨派 大家要聽一遍 尤其 這場選上 讓我感觸最深的 台灣面對了 台海安全的問題 面對了 美中台的關係 我們真的要好好的面對 讓台灣的民眾 有一個安定的生活 更期盼了 民進黨這八年 我們希望 有不好的地方 人民的期待的聲音 你要聽進去以外 以及要打造一個 青年有效年的政府 讓我們台灣人民 期待 是一個人民信任的政府 這才是職政黨 以及我們所有人 最深的判斷 對這一次的選舉的結果 我知道 大家都很難過 很失望 甚至我剛才在後台 看到我很多好朋友 在那裡不散 我可以理解 我也很不敢 這個不敢 是因為我們很愛這個土地 我們愛我們親愛的台灣人民 我們愛我們的處境人 愛我們這塊 永遠我們大小的國家 我們可以難過 但絕對不要氣餒 我們要把憋混的力量 轉化成監督民進黨的力量 這是台灣進步的力量 更是捍衛中華民國的力量 來 絕對不能散 也不會就此消失 電動變過來 我們要更堅強 更茁壯 更不斷的大步邁進 這才是我們台灣人在開口 加油 加油 這段時間 我走過大街小巷 感受到每一個民眾 給我滿滿的溫暖 給我很多的熱情的支持 每一雙手 每一計畫 每一個鼓勵的 加油的聲音 都是給他這世人 要記得信來 這個情 這個意義 我用我這一輩子 守護中華民國 過台灣這個土地的力量 來歸報大家 明天 我就會撿起我的袖子 散光 不辜負支持者 以及人民 對我的期待 我用更認真 更努力 來奉獻我們的國家 不辜負人民 這一次給我滿滿的 鼓勵和加油 再度 給大家深深的一句說 感謝大家聽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